忘了 死个中当这一把把他点死 我们这边三个AP的 这边二个上ADC 这把我们单开三级抓下去好了 无脑抓下 其他都不用管的 这是 这是谁啊 他们已经很强的 先抢一下视野 这边怕对面一起入侵 往这边给个演就好了 他们没带扫描的 直接给演 全军出击 他们来入侵我们就走 因为打不了 我们这边一击很弱 对 一趟草虫的话 你会走到最远距离 这个 这能刷下去 下这边要打架的 我们下这边虽然是3AP的 但是很需要打架 我们下了快二级了 二级之后可以直接过去一下 我们下来快二级了 二级之后可以直接过去一下 稍微替钱一下 坏了 我眼没有好 还一点cd 点不死我吧 等下q死我 他q可以刮到我了 他不敢q过来 我没状态的 这波去不了 得回家把装备更新一下 死哥的话呢 这边有个下子在的 下子在里面 状态很差 得得去吃中国兵线的 我现在知道有这个机制 我就会习惯你们知道吧 但是我是怕你们不知道 随着跟你们多讲一下的 这波得往上靠 这波不能刷了 这波刷的话就有点笨了 他们两个拼到底的 这波现在带过去 他不回头的话应该就OK就是赚的 带过去做的话 我们直接往下赶 带过去做的话我们直接往下赶 上到这边没有双招的还没到六级 还是可以再抓一下的 鬼山体制英雄起来是真的很猛很猛 我先把野怪经济刷了 因为这个潮纯要刷清了 我看他们再抓一波上来 他快六级了 这个兵线要吃掉 他吃这个兵线 把这波我们可以来了 他跑啥呀 选择一他身上增加个外山海 A就好了 OK 给他把这个线带一下 他推过这个线之后 我们可以打这个小 打这个潮纯了 先给个眼 然后把潮纯满一下 潮纯BUG已经修复了 你们还说以前是机制 打脸了吧 不可能是机制呀 就是可能修复了潮纯BUG 出现了这个BUG 那个就是代码就这样子的 他这个代码就这样子的 看到没有 现在空潮纯就不会那么掉血了 以前打着潮纯打不死真的吗 我这个我5G蜘蛛打这个潮纯要打 直接把人打死在这里 控不了经济上个招费 他可能是修复了这个代码 然后出现那个代码错误了 会这样子的 会这样子的 这是别人跟我讲的 继续往上走 上了好 抓我们就多去 这把至少有个前排在的 前退上去直接一个退带走的 他没有打我红buff 那我就直接回家吧 他不让我回家 那我们就进他们的红buff吧 就只能这样做了 好 这波他进我红buff了 因为刚刚没有回家 所以说没办法去这个红buff 然后只能选择把他野怪经济打了 打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抓一下中路 对面中单蛮就出来了 小心死哥Q这个野怪 要小心对面的虾子去抓中 所以说我们这波可以反盾一下 下次在那个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直接往中靠了 等他下一波兵线进来就好了 他没大招的不用管 吃点青眼 回家之后可以把装备更新一下 那我们可以选择去做法穿鞋 这把的话对面比较偏脆 我们的话需要开团的 我第一件装备的话 选择去做推推棒 推推棒做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做无妖之祸 或者考虑做 其他装备都可以的 推推加那个无妖之祸 他牵住了 牵住的话基本上跑不掉了 我看能不能控个助攻 控个助攻啊 我这个人还没有助攻的 再把野怪经济收一下 对面的ADC出来 可能要杀我们家中路了 我们中路这个英雄 需要用技能推线的 推完线之后 我们拿完这个野怪往下靠 有10个的话 大招应该快好了 中路破不了大招的 自觉1就好了 一起来的鸡飞躲了 他用扣到我们A扣带走 这边Q一下 给他就好了 不喜欢先走 这个EW 好想先補Q 不補Q的话 三是不够的 我们先品牌回血 开开大招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就可以去减着果实回血 刚刚这个E 你们看到我放不出来没有 我第一次人就放E级人 这距离是绝对够的 一下给忘了 距离是100%可以放出来的 可以直接E到对面的一个谁 可以救队友的 结果E不出来 他放大招没用了已经 我状态已经很好 下路这边也是有盾在 下路的话 还在继续推进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考虑回家了 回家把推的棒做一下 嗅一下 他有大招的 瞎子是有大招 先给疫情别让他R出来 你看 移不出来 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还没改 还没习惯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这波 我这个距离绝对可以移出来 但是我预判到他后面 距离不够 移不出来 我要多提醒一下自己 跟你们讲解的时候 同时提醒自己 这不是我故意不翻译 这是BUG 我觉得应该是BUG 我没有血的改动 我就默认他为BUG 现在打的是韩服 这边我们继续打这个草丛就好了 小龙的话其实我们不用着急的去打的 他来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跟他打 这边Q一下 推一半给你 让他摸眼走 好 我们继续打我们的草丛就好了 把他赶走 等下猪前Q 然后拉过来打 我们推一半的话 他是比较偏肉一点 他不会龙出力那么低 打架的时候起来还是比较偏厉害的 终于被单杀了 那他的话可能会过来硬抢 但是我们打完直接走了 肯定不跟他逗留 这波不能刷自己的上边野局经济 我们狼王这边的峡谷 刷的话我们下走 要去守一下自己的下边野局经济的 国父也是这样子 这BUG都是一起的 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 就是让你们提前先知道 让你们适应一下 有个适应机 这个得让你们提前适应一下 反正我也 顺带就是为了提醒自己 这边等下死哥过来 死哥的话刚消失在地图上 我看他会不会往下路边走 他没有往下路边走 让我们去撞后面的一个 就是瑕疵 瑕疵的话撞的有点差 他应该要吸血的 先推的半就好了 推的半的话是可以直接放的 但这波我们不能直接去约他 因为对面的ADC不见了 往下路边走 先直接给一起的 没中的话没关系 我们选择一台撑上一个猪前客 配个W直接打死 导量队友凯旋回血 现在做的话就把这个小龙码一下 一半天就没看懂是吧 等一下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玩韩服的话 是直接新版本体验的 就比如说我这个E放不出来 我现在在安逸一级呢 E不出来 对 现在打的是韩服 国服的话在维护的 国服大浪斗也不能玩了嘛 不是说大浪斗匹配 可以稍微延长一个到两个小时 不要说我们经济是不够的 可以再拖一下经济 让队友过去采集人就好了 好 这边我们选择往前走 然后推断靠近台下 然后他就闪现走没关系的 我们这边有E几人 这边我们继续 因为瞎子往上靠了 您注意一下 先选择一台身上 先克成剑 用E破 然后打对A他一下 猪前克贼咬死 盾 漂亮 这不死哥过来了 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不怕死哥的 我这不会操作你呢 真的